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任高 昨天晚上的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 算是一个涨跌互建的一个走势 今天台北股市算是个开高 偏空震荡整理 最后是小跌收市 成交量也是一个量缩的 对这种行情的解读 对这旁边上面的结构的变化 我们今天节目都会告诉大家 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关盘 重点 第一个是疫情持续的升温 股市今天是量缩整理的一个格局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多头并没有气馁 第二个是追价的意愿稍微的降低 强势股轮动轮涨的速度也加快了 第三个是涨多的个股 容易出现了获利的卖压 像最近的保林副锦 亚诺法 泰博 这些相关的防疫的快篩国家队的这些股票 都出现一些卖压 但是跌升的个股 却也出现一些买盘 在今天浮现了 像过去大家比较喜爱的金财 股价跌跌不休 像过去大家比较喜爱的红杰科 股价跌跌不休 还有这个文帽 最近在股价上面的表现 今天也出现一些买盘 相对大盘是一个强势的走势 对今天这行情的看法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正题 好来看一下 今天的 大盘的江坡图 大盘的江坡图算是一个开高 然后震荡整理之后 再往下回落的 震荡整理的时间 当然是一个多方 掌控的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延续了昨天的多头的强势 多头取得今天的发球权 但是在这个开盘 这开盘的这个 开盘量在今天是非常的 这样明显的 没有要攻的这个味道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 即便是开高 这个成交量也放不出来 这248亿的这个成交量 告诉大家是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市场的表现 它事实上是有影响到 多头的信心 在今天盘中 这传出 那在今天这个我们 本土确诊的病例 会高达3000例以上 好了 这盘中传出 这个让这多头买气 这样停滞不前 虽然这个开盘量量低 最后的收盘的成交量 也是这样量萎缩的 那这盘中明显的 明显的这样 追价的意愿 不是很强 那这个使得这卖压 就相对的比较强势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在这个强势的 这个股票的身上来看 好那这个事实上有这个 轮动轮涨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以这个 大盘的这个强势的这个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 在今天这大盘强势的这个个股 涨停的加速 还高达了这个 这个29加 这边总共有16加 再加这个地方 这个 13加 总共有29加是涨停板的 但是这些涨停板的股票 跟这个前几天 跟最近走强这些 防疫概念股 快筛这个国家队 那个地方 这个 都有点不太雷同 甚至呢 在这近期 比较强势的这个股票 那也是一样 都有一些卖压 所以呢 操作上面 操作上面呢 大家必须特别特别的 留意的是什么 好这 这个内股轮动轮涨 这资金呢 在近期买进 多头呢 还是算是一个 比较短线上面的这个交易 那为什么多头在这个时间要短线交易 主要的原因还是一样有这个 比较 比较没有办法这个控制的这个情况 那是主要是来自于我们本土的疫情 另外一个是 美国FED 升息的这个状况 到目前为止还不是 很 这个很明朗 到底要升两码 还是生意吗 好这个地方 这个市场上还在屏息等待 另外一个 这疫情呢 在今天这个盘中影响的这买气呢 那我们从这个省准的股价可以看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有跟他讲过这支股票是我们发现的一档 这强势股 那这个联发科跟中华电信的这个合作 那最大的受益者当然就是省准 这股价从我们告诉大家说就一路的上涨 再供到200块之上 最近的这个一个礼拜出现了高档的整理 那这量缩整理之后呢 在今天刷出一个卖压 这卖压代表的是什么 获利卖压 这卖压代表是什么 买盘没有去承接 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这个 ABC KY 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警示的股票 那出现了一些获利卖压 那在这一个4736的这个 这个泰伯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警示的股票 但是他也是出现一些 获利的卖压 在这4133的这一个 亚诺法也是一样 他是一档警示的股票 还是一样有卖压 在这一个 1760的保林附警 也是一样 他是一档警示股 还是有卖压 换句话说 过去我们曾经跟他讲过 这市场上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买什么 警示股 但是在这警示股上面就是表现 那今天出现了这样 获利卖压 买器是怎样 买器是 不见的 买器是不见的 但是投资票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千万不要过度的这个 这样担心 跟这个 这个害怕 为什么因为多头在今天还是这样 有匠势用命的 这些匠势用命的这股票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今天的联电的股价 还算是怎样 抗跌 收高 还是逆势的 好那今天的这个联发科 股价虽然有一些 获利卖压 但是这尾盘的时间点 大盘是由 红翻黑的时间 好那这个联发科 甚至还是这样 出现一些买盘 最后是这一个 上涨了12款 在这个海运股 上面的这个表现 好那我们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好长龙海运 因为这股权 自争 好那这个会有一些买盘进场 会有一些买盘进场 对长龙海运的股票的股价呢 在今天一样是怎样 偏多的 对这赏庄的这个货运的这个股票 我们已经有跟他讲过了 在星星 在这个域名的这个股票 这个股价上面的表现 我们都已经有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好那这个海运 如果你这个 喜欢真的喜欢海运股的话 你想要延续你所谓的 航海王的这个 之路的话 好那我已经有跟他讲过了 货柜三雄的股票 你可以转进 赏庄的这个 货运轮 对不对 这一个 域名的股价 在这地方 昨天创新高 流上影线 今天怎样 直接来测试 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压力到底强不强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盘中上面的这个 江坡图 好他的这个波动 他的这个波动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是怎样 表现的还算不错 表现的还算不错 这卖压并没有这么的强劲 那如果以这个星星上面的角度呢 这走势更为强劲了 那我们节 这个节目上面还要告诉大家 一档叫做什么 四维行 四维行的股价也是一样 昨天出现这个上影线 那这个创新高的上影线 在今天一样来测试这个 压力 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特别特别留意 这个地方 创新高是这样 带量 这地方的这个成价量 量缩整理 只有两种走势 第一个量缩整理 那成价量 急缩 缩红K线 这代表是什么 筹码比较安定 如果这成价量 这个地方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像今天这样子 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这个K线呢 竟然还没有办法 缩红 这代表是什么 还是有一点点筹码凌乱的 这个感觉 那以这个域名的角度来看呢 今天的量缩呢 就比这样 比 市维航还要大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大于的 5日均量值 所以它能够收到这个红K线 换句话说 接下来 投资票你手中如果有这个赏装货运的这个股票 那你必须要看的是成交量 成交量如果要量缩 它就要赶快急缩 急缩之后的走势呢 最好能够缩出一个小的红K线 相仿的 它如果没有办法量缩 就这样 就要 增量 这量 这量 这样不能太小 那这成交价 这个价格要怎样 就要拉高 好所以呢 这个操作上面呢 我们只会告诉大家 那我建议大家 在这时间点 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 这个赏装货运的这个股票 但是呢 你在操作上面 盘中的追价的这个买进的这个 这个意愿 那我认为 不用 太紧张 不用太紧张 也不要过度的重压买进 也不要过度的重压买进 即便今天的这个多头的这个 资金呢 在往这个海运股上面这个移动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特别特别的留意 这个市场上的变化 所以呢 你在这时间点 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 持续的追踪 赏装货运轮 但是请你不要过度的 怎样 重压买进 这不要过度重压买进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航空股 这航空股的股票呢 在这个长龙航空的这个股价 持续的走强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华航的股价表现呢 今天还是怎样 创新高的 好那这走势呢 非常非常的厉害 在本土确诊病例急速的 往上增加的情况 那今天这个下午呢 这公布的这个数据是这个 2969 对不对 2969例 好那比这盘中这个传出来 这3000例 好那还要少 好那这叫利多 是叫利空 基本上对这疫情 这Omicron的这疫情的这个 这个演变 那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很早就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未来你会看到台湾人很多人在确诊 但是确诊确诊 这确诊的人数增加增加增加 你要不要过度的紧张 不用过度的紧张 为什么因为Omicron这一个疫情影响了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样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人 是这样 无症状的 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超过四成以上的人 是这样 都是算是这个感冒的这个症状 好那这个中症重症的这比例呢 还是很低 还是很低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 我认为 确诊人数的高峰 会跟我个人预期的是在五月中 之前 出现 但是在这股市上面的这个表现呢 我们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股市他想要讲 与病毒共存 好了与病毒共存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疫情当然也会影响到 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波动 但是呢 在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呢 不会像这个利空影响的这么的大 甚至呢 有一些股票呢 他会怎样 趁这一个股价波动震荡的时候呢 这会有四肌的买盘进场 所以呢在这个操作上面呢 我会告诉大家讲得很清楚 那在这个联电 持续的走强 联发科持续的走强 当然都是怎样 跟中国大陆疫情有关 当然都是怎样 跟台湾怎样 市场上面有关 那在这个海运股上面的波动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讲得也很清楚了 那航空股 那基本上呢 这就是属于这个这样 逻辑不通的 逻辑不通 本土疫情确诊怎样 病例数拉高 正常来讲 航空股 长冬航空 华航 股价应该要怎样 要逆势下跌才对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一个很清楚 华航的股价竟然还是再创新高 所以呢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近期的新高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与病毒共存 与病毒共存 我认为台北股市呢 这个概念 还是会这样越来越增强 越来越增强 那投资票你只要记得 那这我认为的这个确准的这个高峰 应该是在5月中 5月中前夕 5月15号前夕就会发生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基本上呢 请大家要到这个 不要过度的担忧啦 好吧 好我们拉回来 那这大盘的这个走势 刚刚我们说过这个大盘今天是这个开盘是亮缩 开高 那怎样 偏空震荡整理 那这震荡整理的原因 当然跟这个 美国市场有关 这震荡整理的原因 当然跟这个 入股有关 今天入股的表现呢 其实呢 也不是这么的好 那以香港股市的这个表现 香港股市的这个表现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切回来 好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呢 香港很深指数的表现呢 今天是怎样 下跌 这262点 收市的 那在这盘中的时候呢 它是一路的下跌 一路的下跌 好那这当然呢 这边的跌点呢 就比这262点还要大 它这算是一个大跌的一个行情 所以呢拖累了这个 台北股市 拖累台北股市 但是以这一个汉城指数 南安股市的表现呢 今天是偏多的 那这个日本股市呢 那今天也是偏多的 这两个市场的表现呢 当然没有比昨天的台北股市更为强劲 但是呢 今天台北股市呢 就相对走弱了 那台北股市呢 我们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是 是一个 具有多头一红K线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最低点 它已经怎样 过去已经被跌破 那在这个时间点 它想要再往上突破 这17172点的这个位置 如果会怎样用中长红给突破出去 或者用跳空 怎样跳步跳上去 这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多头再次 转强 多头再次转强 但是坏消息是什么 今天这样 上涨呢 就这样遇到压力的样子 成交量量缩 那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压力并不大 这压力并不大 以至K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都跟大家讲过了 最近的这个股市的这个波动 应该是属于一个区间 那要往上涨 成交量就必须要放大 有量 才会有价 没有量 这个股市呢 这公高会怎样 会容易碰到压力 碰到压力 它就要震荡 震荡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这样 下跌 那这下跌的时候呢 成交量又要量缩 虽然是不断的在循环 在股价呢 这个地方我会告诉大家 下跌容易量缩 因为买盘会怎样缩手 买盘会缩手 那卖压呢 卖压要卖股票 卖股票 股价一卖有没有 就跌 一卖就跌 所以呢卖 卖股票的人也会看 会感觉 这个有气无力 为什么因为 感觉要搬自己的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卖压会越卖越小 所以呢这下跌呢 肯定会量缩 而这量缩量缩 那这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不确定的因素呢 这有美国FED 律律升息的这个因子 那这不确定的因素呢 当然有这本土疫情的这因子 那当然我们再把它这个 放大来看的话 那当然是要牵扯到这乌俄战争 这乌俄战争的这个角度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多说 我只会跟大家讲 5月9号 5月9号就是普丁所说的 胜利日 这个时间点之前呢 这战争到底会不会怎样 继续的延续 那我认为应该 有机会结束了 好不好 好了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多说 我只会告诉大家 以大盘的角度来讲的话 还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过度的气馁 不要过度的气馁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去 这个地方的重点呢 刚刚我们说说 所说的 多头并没有气馁 那这个地方 追加的意愿 虽然降低呢 这个强势股的 轮动轮涨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呢 在这个 跌升的个股上面呢 这买盘呢 事实上是 是在这个 持续 持续在这 增温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 股市上面 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 这股价 我们刚刚看的 4736的这个泰博 它是出现一些卖压的 好那在这个 保林附井在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一些卖压的 亚诺法也是一样 好那如果是以这个 之前我们刚才讲的 瑞基 那我们这个瑞基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卖压 在这个ABC KY 这省准商之器 我们看一下商之器 这股价强涨 这个地方也是出现卖压 省准 也是一样 出现卖压 好那这个 6508的汇光 这个地方也是出现卖压 1708的这个东减 也是出现卖压 好那这644上的这个元金 也是一样出现卖压 这些股票 都是这样 最近强势的这个 股票 最近强势的股票 在操作上面 元金的股价呢 在这个地方 50块附近呢 就碰到这个压力 如果以这个元金的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以 我们没有切到了 有吧 OK 好如果以这个元金的这个 这个财务报表的角度来看 去年的EPS呢 他只有赚0.1元 他是由亏转赢 由亏转赢的一档股票呢 今天这个股价竟然是怎样 50块 竟然是50块 好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所中如有股票 要懂得见好就收 即便 即便呢 我们这个政府呢 是持续的这样 往这个 绿能绿电的这个发展方向呢 没有改变 但是呢 在这股价上面的表现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 本益比过度的过高 在操作上面呢 你应该懂得见好就收 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个是这个 1708的东减 那我们过去有跟他讲过 东减东减 在操作上面呢 他事实上会有一个麻烦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早在我们这个 这个索马银的内容上面 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这地方是一个爆量 这我说过了 这个地方是谁倒货 22万张的这个成交量倒出来 这超过22万张 倒出来谁所中有股票 当然是大股东啊 倒下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量缩 那我已经有跟他讲过 这个地方量缩 会是这样 会创造一个麻烦的这个交易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这个地方量缩 代表是怎样 人气不足 人气开始有退散 那如果这地方量缩 价格没有下跌 是往上 像现在这样 创新高 这成交量 这成交量呢 带出来的成交量 有没有比这边还大 感觉上没有啦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个 背离过高的一个情况 背离过高这地方 投资票如果你手中还有股票 这成交量又再度量缩了 又再度量缩了 那你手中的股票呢 我建议还是要怎样 找机会 适机的逢高 获利卖出会比较好 那你要懂得 建好就收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有人开始大量的出货 那即便在创高 这成交量 量缩不足 量缩背离 追加意愿的 这个 可能会有这样停滞不前的情况 所以当股价下跌的时候呢 你就要更为小心 要更为懂得 这样 这个 建好就收 好 那对这些股票 对这些股票呢 我们也不用多讲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在操作上面的时候呢 还是要留意一下 这盘面上的变化 好有些股票 强涨之后呢 一定会有获利卖压 好那这股价呢 下跌之后呢 会不会有人去接手 好那到目前为止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强势股的轮动轮涨的速度很快 那这 这批资金 做上去之后 把股票卖掉 卖掉的钱 不会在下面 低接 而是把这些资金 移到另外一批的股票 来去交易 移到另外一批的股票 来交易 好那这个市场上面 轮动轮涨的速度很快 那为什么多头 会却步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市场上没有 足够的这个主流来带动旁面 怎样 带动这个股市往上涨 所以多头会这样却步 会却步 然而我在这个节目上面 一直告诉大家 半导体半导体 台湾的半导体市场呢 这是怎样 半导体景气是非常的好 好那过去有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股价呢 没有上涨 反而是下跌 那在台积电上面的股价的表现 好台积电上面的股价的这个表现呢 那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当然是怎样 偏多的一个格局 但是受到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 这个疫情的影响 带动的这个 这个股价是往下回落 那在这个操作上面呢 以这个融资的这个增减幅 跟这股价的这修正的幅度来做对比 好那我已经有奉劝大家 台积电你要逢低买进 但是千万不要用融资买进 对台积电的后市呢 我只会告诉大家 那一样的逢低早买点 逢低早买点 但是呢 你不要怎样 这个老师 你说逢低早买点 我现在有资金 可不可以重压台积电 好我还是 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先不要乱重压股票 那买股票呢先买少一点 你可以分批买进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在这个半导体上面的股票呢 跌生的股票呢 有另外一支股票叫做南亚科 这一支股票呢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讲过 对这景气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景气呢 这个从这均匀代工 到IC设计上面的这景气 还有所谓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 到这设备场 那在这个比较 偏向记忆体上面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低链记忆体 跟这个所谓的Fresh的记忆体 好那以华邦电上面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不多说 我只会以这一支股票叫南亚科 作为例子 好这股价 这股价呢 我认为它叫做超跌 我认为叫做超跌 南亚科 南亚科是一间好公司 投资朋友 一间好公司 你买进去 这股价呢 不一定要马上的这个上涨 好那这个股价没有马上的上涨呢 这不代表说你就赚不到钱 你就赚不到钱 反而这样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四肌的再加码买进 更何况这支股票 我认为它是一个超跌的一个股票 去年 去年的EPS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这样 赚了7.4元 在今年的这个EPS 这个营收上面 在这个 1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长 22.41% 2月份是11 那这3月份是这5.2% 累计1到3月份的这营收 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49% 那以去年的这个第一季的这个 获利来看呢 它是算了0.88元 那所以呢 今年的这第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呢 应该还是有机会挑战在这个 1块钱的这EPS 那今年全年一整年 对这具体的这需求 我会告诉大家 这肯定 还是持续畅旺的 即便有人开始在担心 余利说 这老师 这个中国大陆疫情影响了 那中国大陆的GP GP下滑 使得这个中国大陆人的 消费市场 是往下掉的 那电子的产品的 这个消费订章 这消费订章呢 肯定会这样 往下 这样 掉下来 那这有人就开始说 那这个下修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苹果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这个这个 所谓的 销售量啊 下修啊 这个所谓的这晶片的这销售量啊 投资票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 这是你现在看到的 中国大陆官方 中国大陆官方呢 他当然当然是怎样 知道这种情况 所以呢对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呢 他们已经开始这样 也有心理准备要与病毒共存 好那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呢 之前我们也就跟大家讲过了 他们已经开始要有点认错 他们已经这样极力的想要买 寻求购买美国人的疫苗 这个德国人的疫苗 BNT进来了 好所以当这个疫苗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会告诉大家 那这个现阶段 现阶段 在以台湾本土确诊的例子来看 好在这个无症状的这个情况呢 这已经还是这样 在确诊人数上面高达超过五成以上 那未来 未来中国大陆如果这个疫苗真的进来的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市场就会很快的改变 那中国大陆GDP 那当然也不会跟大家想象的一样这么的弱 好那这是南亚科 这南亚科的股价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就简单 股价超跌肯定会有超额的利润 好那对这个望宏的股价呢 我们就不要多讲了我只会告诉大家 以这个群联董事长的这个说法 在今年下半年呢 Fresh的这个需求会怎样 更多更强 那群联的股价到目前为止当然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表现 但是呢 这股价跌升跌升一定会有买点 一定会有怎样 让人去买进 好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这支股票叫做3105的文帽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最高点的时候是来到这455块 这是还原全息 如果没有还原全息 这个地方最高是467块 那还原全息之后最高是455块 杀到这个地方剩下223块 233块 这个地方就已经接近了怎样 腰斩对不对 接近腰斩的 接近腰斩的这个地方你觉得是可以买 还是不能买 再来看一下这个3374 这精彩 精彩的这个股价最高点 如果没有还原全息的话那是219块 杀到这个地方是怎样 今天收盘价是138块 138块的这个精彩算是怎样 腰斩的对不对 也是接近腰斩的 那这地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有买盘开始试机进场 2455的全新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高点是162 杀到这个地方剩下90块 那这个跌幅呢 当然没有这个 这个文帽 没有这精彩多 那这8086这红杰科 你再看一下 最高点 这个没有还原全息的 最高点是196.5元 杀到这个地方只剩下92块 93块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腰斩 好同时 这些股票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有一些资金已经开始这样 悄悄的进场 这些所谓的这第3代半导体的股票 过去人家大家都在讲的 这个连带是这个精彩的股价 不是 加金 3016加金最高点是154.5 杀到这地方 这个地方 106.5 好这类型的股票呢 这大跌的幅度呢 这个我会告诉大家 都已经有触底触底的味道 有一些资金开始这样 再低阶 有一些资金开始这样 再逢低布局 那现阶段是这个4月份 4月 4月中下旬的这个时间点 投资面我只会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的这个旺季 在这第3季 肯定会怎样 开始浮现 第4季 当然就是怎样 就是营收获利财务报表的 这个情况 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点 那以这美国超级财报桌子的角度来看呢 昨天晚上的这个网飞 这个带动这个美国 那斯达克重挫大跌 我认为网飞是网飞啦 跟台北股市的这些 这个 这个半导体 跟台湾的这电子厂商呢 不太有正相关 好那其他的这个 这个股票来看呢 我们也在这个节目上面 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那最近的股价呢 比较强势的 算是这个所谓的化工股 这个陶氏化学 那这个苹果的股价呢 相对的强势抗跌 那最近比较表现更为弱势呢 是属于在半导体上面的 这成分股 包括了超维 这个 NVIDIA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 桌仪器 甚至是高通的股价 Intel的股价 都有明显的下滑 但是 投资面 但是 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的意 对台湾的 这半导体上面的供应链 那以这个台积链的角度来出发 以这个IC设计 龙头的这个联发客的角度来出发 我认为 这时间点 你都必须要怎样 适机找买点 这样子才是对的 当然 在这个地方 大家是这个 操作比较辛苦一点 那因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卖动 没有特定的这个主流 那这个 这一个所谓的强势股呢 也是这样 轮动轮涨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呢 这个超出上面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要赚钱 不是这么的简单 不是这么的简单 但是呢 投资面我还是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好不好 你自己要思考一下 阶段的买进买点 就是现在 昨天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们投资投股工会的这个理事长 张锡先生 过去呢 他我认为 他的这个去年 这个看法 他不太对 那在今年 他这个地方 就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是买点 这个地方是买点 如果你要买股票 请动作快点 这个看法呢 我跟大家讲 这个我认同 我认同 我跟他看法是一样的 所以台北股市现阶段 现阶段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拉出了大盘的这个走势来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WD 我们已经讲过了 WD呢 对称上涨的这个 这个幅度 这个幅度呢 并没有满足 再打下来 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破前低 就直接攻高 这会是一个大的一个WD的一个形态 这个颈线就会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这个一旦突破 当然就要再做一个对称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强势攻高的这个位置 就会再创历史新高 相对的 相对的 如果这地方会破前低 16,764点 会被跌破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只是把这个创历史新高的时间 这边往后延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投资票在现阶段的操作呢 我还是简单的跟大家讲 不用过度的担忧 你不用过度的担忧 好不好 那在短线上面的利空 使得这个多头的追加的意愿 稍微的降低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样子 如果股市下跌 成交量也会这样 量缩 为什么 因为买盘缩手 买盘缩手 卖押要卖股票 一卖就跌 一卖就跌 卖单也不是笨蛋 要卖股票的人也不是笨蛋 他绝对不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他看到股价 那一卖就跌 一卖就跌呢 他也会怎样 会缩手 他也会把卖压怎样减少 降低 那这成交量就会容易量缩 所以这市场呢 你会觉得 这个股市功高不易 但是呢 这股市呢 一旦不会上涨了 成交量也会快速的降低 这将会有利于台北股市 未来接下来的 这筹码比较安定 那这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呢 这股价有量 就会有降 功高 就会比较轻松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因为比较网络制 先跟大家说真抱歉 但是呢 这个时间点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这股市虽然在今天是 开高偏空震荡整理 再出现一个量缩的走势 在旁边上面呢 这个多头呢 追加意愿呢 有明显降低的情况 那再次呢 这个操作心态 还是奉劝大家 以偏多的角度 来怎样操作 会比较好一点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那如果你在这个股票上面操作呢 有任何的问题 就在我们Lite上面 来询问 Lite就在我的手的下方 就有Lite 这个QR Code 你随时都可以扫描 来加入 另外一个 那我们今天是星期四 在我们这个Smart金融库的这个 赢家大亨的这个节目 在这个五点半 下午五点半呢 就已经有这个新的节目上架 希望大家也可以这个上去来观看 赢家大亨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这个财经护城河的节目 就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